那相信大家應該都有在用我們學校這個數位學習平台 因為前禮拜六的時候我們有那個兼任講師會議在學校有開 然後校長就有問說有沒有老師沒有在用 竟然還是有老師回答我沒有在用 但是應該是比較少數 但是呢我們給老師稍微看一下 其實學校數位學習平台的話事實上也很好用 可是呢我們今天的主題我想大家有看到就是我現在其實我現在在用的話 我還要搭配一個這個叫做OneNote 這個OneNote的這個書 它也可以算是一個數位學習平台 好也可以算是一個數位學習平台 那它算在免費的這個方案裡面應該就蠻適合大家 那為什麼我會想要搭配這個 用它來搭配我們學校數位學習平台 我先講一下我們就是說學校數位學習平台使用的心情 我不知道各位老師學校數位學習平台 您在上面的教材大致上都怎麼安排 我比較常看到的就是老師多數是以進到這邊 進到我們所謂的那個上課教材裡面然後資料就放在那邊 但是說真的這樣還是有點混亂 因為您可以看到我這邊的教材數量好像比較多一點點有沒有 600多 但是我不是一個學習就600多 我也是累積慢慢累積起來 可是呢我現在在學校數位學平台我比較常用的 其實就是會搭配我們上面這個 就是所謂的活動區塊 那我在這邊我會 因為我資料比較多 所以我都有幫他們分門別類 比如說我的教材我就放這邊 他點一下就跳到教材去 然後呢 作業的啦還有我們上課錄影片 比如說我們今天已經第 其實這禮拜應該是15週 第15週 那每一週上什麼內容我都有錄下來 同學反正作業沒教的 或者有技術性缺課的 他就知道自己要去上 自己上去看 那包括作業都放在這邊 所以這個使用上 比如說你們如果要看 點到作業區那個 戰客錄影片 拿一個禮拜 上什麼內容 比如說我們現在上到第15堂 那講的哪些東西 我都通常寫在上面了 所以 數位學平台也可以這樣用 老師應該可以吧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的話 那其實就 雖然說看起來好像也很方便 可是我覺得說 這樣子還不夠 為什麼齁 因為我發現了 當我資料放太多在上面的時候 對同學來講 他反而搞不清楚我今天要講什麼 也就是 我那邊上課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跟同學講 欸同學你看我們今天這個禮拜 我們要 今天我們要上哪些 我就要 欸教材區哪一個哪一個 他還搞不太清楚 所以我現在上課方式 我會搭配這個one note 也就是說我還是 教材 我還是分享我們學校數位學平台 可是呢 他在看的時候 我利用one note 讓他聚焦在我今天要講什麼 那我給各位老師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剛剛認識動態視覺 那我就來看這個 我的動態視覺 其實 就是我從 我看 我用這個系統大概一年半 大概一年半左右 這等於三個學習 那上面其實已經 我全部所有的課程 包括我在校外的其他課程 我通常用這個 因為有些學校 不同學校可能數位學平台不一樣 像 這個月我要去 上個月啦 五月份如果去朝陽 我們跟他是系出同門 那給我趕快的數位學平台 可是呢 你去不同學校你要用別人的 可能也不太方便 那有些學校用沒有 所以我就把它導入到這邊 比如說你看我們進到這邊 好 看起來也跟我們 學校數位學平台差不多 但是重點在這邊 這裡有個任務 每一堂要上什麼 比如說我們第16堂的 這邊點開 那我這樣一點開 同學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我們今天要上什麼內容 要上什麼內容 然後呢 更重要的是 我會很清楚知道說 同學到底看了沒有 哈哈 我們知道應該 要同學回去遇習 應該也是難上加難嘛 嗯 有的老師有點頭 哈哈哈哈 欸應該不大容易 所以其實我現在上課 我反而 欸會有一個做法 就是折衷一下 反正應該是 我通常還是會先通知同學 就是說 欸 我們今天 這個禮拜 預計大概要上哪些內容 我就會把它 呃 類似像這樣 我就跟他講說 欸我這個禮拜 我們要 上什麼內容 我通常會大概前幾天 或者是前一天就先公告 反正一個禮拜前公告等於沒公告嘛 呵呵 會自動忽略 呵呵 所以我就會 類似像這樣 就是先公告說 讓他們看到說 大概要上什麼 那麼 等到呢 上課那一天 我可能前面就大概留五到十分鐘 讓他們先去看一下 我今天要上什麼內容 補足一下那個沒有預期的那個缺憾 呵 因為至少他有先看的 總是怎麼樣 總會比較清楚說 大概對今天要講的東西 有一些印象 齁有一些印象 那以前早期我是 只有文字式的公告而已 可是我發現效果比較差 那因為我教的會是 屬於動畫啊 或者是那種影片處理 所以我就會把一些 範例的內容把它抓出來 讓他可以比較清楚知道說 我們要上的是什麼 這樣最不好 我們要負責信拿過來嘛 呵呵 好那 這樣之後呢 我就可以在證物裡面 比如說你看我們 第十六堂的 我們在這邊 這邊 我就可以按統計 我就可以知道 哪些同學看了沒有 看了哪些內容 看了多久 好 那比如說 我們這邊 好我就點他進來 我就可以知道 喔 這邊 他這一個教材 好前面這些教材 到底看了多久 有沒有 他上面的這個 學習的時間 好 學習的時間 那如果說你有在 因為我們數學裡面 有測驗嘛 這邊也有測驗 好也有測驗 他這邊呢 測驗的結果 他測驗了一次還是兩次 我們都可以去看 去知道說 欸這個結果怎麼樣 比如說我就會 到時候問他們說 欸你覺得這個課程安排上的話 他反正算要 前期末了嘛 但是 我還是問一下他的那個 情形 他回來了這個時間 時間 時間點 好他會像這樣紀錄下來 所以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知道說 同學到底有看或沒看 對不對 數學學我們學校數學學平台 也有這個功能喔 可是老師應該沒那麼好 因為他沒有區分說 我們學校的數學學員在這邊 你可以針對所謂的 成員的部分 然後一個一個點進去看嘛 但是一個一個點 蠻累的欸 而且他那個時間 就是全部都統計在一起 好所以 這個部分 可能 如果說老師要 即時的去看到 要看的話 從這邊是相對比較容易的 好相對比較容易的 那 會是像這樣 那所以 我就會比較去 那我們也可以從統計的結果裡面 比如說欸 我問這個是問卷的 我從這邊 我可以馬上知道 喔 大家回答的情形是如何 滑過去馬上就看到 有沒有 投票的人 那下面呢 有那個結果 再 我看一下 這個時間 結果 欸 我記得點進去應該有 最下面應該有一個那個 就是 同學他選了哪幾個 好 我們就可以比較清楚 所以 其實在OneNote這部分 我覺得 可以給老師做一個 我們現在流行的一個名字 叫翻轉教學的一個工具的參考 好那 事實上呢 你會發現我如果點進去看的話 點進去看 比如說 呃 我想看一下 好這個 點進去看 那你會發現 他 看起來有沒有覺得 滿熟悉的感覺 對不對 對 我只是把學校教材 放在那個框架裡面去用而已 所以我的教材呢 還是主要還是來自我們的學校 數位學員平台 但是你透過這個方式 讓他能夠做不同的紀錄 而且有一個很好用的就是說 他其實我們學校數位學員平台 也有這個功能 就可以做筆記的功能 有沒有 但是 可以問一下 老師 有用過 讓同學用過 數位學員平台筆記功能嗎 有的也許有 但是可能用的量也不見很多 對不對 因為 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他有一個 比如說這裡 你可以用文字式的 一般我們的那個 記錄內容的話呢 你除了這種文字式的 比如說 按這樣 這是一種方式 好 那他還有塗鴉式的 因為我看到這個內容 我不太清楚 我就把它按下去 那你就在上面畫 老師這話我不知道 等於說你自己做 做完之後呢 你可以用 他還可以直接 他還可以 記錄他 當初怎麼畫的 怎麼畫的 好 那我按送出 他就會把它存起來 那麼 我們現在看到這邊 他目前 你現在看右手邊 他是只有存筆記 沒有存畫面 對不對 就是我們剛剛這邊 這邊的畫面 他沒有存 只有存筆記 那麼 他現在有一個擴充工具 就是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可以順便把畫面抓下來 等於說他做筆記的時候 也會幫你拍一張照 那你就筆記就是在上面 你也可以在那邊打字 那這個對老師自己當作筆記 或者同學當作筆記的話 是不是也相對看得比較清楚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他的優點 當然其實我們學 那個 學校採用的這個LMS數學平台 其實他們應該是這個月 應該這個月還是下個月 也會有新版本 類似像萬諾這種 就是比較符合所謂的翻轉教學的概念 也會有 只是學校什麼時候會升級 還不知道 那所以也許各位也可以考慮 等學校升級 你也可以去體驗看看 這也是一個方式 那所以這個大概是我目前主要的上課方法 那我現在上課方式呢 就是除了像搭配玩弄之外 因為我原本就是上課都會錄影了 那我這個學期呢 又更進階就是 再把我所有錄影的東西傳到我們的那個 來給您看一下齁 比如說這一節 我所有錄影的東西 除了會在 會放到YouTube上以外 那我也會放到就是雲端硬碟上 雲端硬碟上 那同學呢可以隨時進來 不管他上YouTube也可以 好或直接到這個雲端碟 那我們在上課的同時 其實還有一件事情蠻重要的就是 因為我都是以電腦教室上課為主 所以其實老實說 我要做這些錄影動作 上傳動作 網路都是相對比較方便 那因為我們在上課過程裡面 一定會有一個就是 我可能做了一個 錄了一段影片 我基本上比較不會就是一個演習 或者一個課程 就錄一個 這樣應該大家會蠻難接受的吧 因為你要 雖然說影片你也可以快轉 可是總共有時候要找到你要主題比較難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自己平常我都是會有像這樣去做 像這個 我拿另外一個課程好了 這裡 好 這個好了 我會像這樣把它做 就是分段 01 02 03 04 那就照著這樣下來 可是我現在上課還有一個跟 比較不一樣就是 我們學校不是有一個BID的那個教室嗎 在那個生意樓下面有BID教室對不對 老師有沒有去用過它 那間教室有那個錄影的功能 有錄影的功能 就是您上課就直接錄影 但是問題是它也是自動切斷而已啊 所以我平常我自己已經蠻習慣 就是會像這樣就是把這個 就是一段一段樓都會把它錄下來 而且呢我會馬上傳上去 所以同學在我的這個裡面齁 在我的右手邊這邊我有安排 這裡有一個連結 也就是說同學如果我們 因為我的可以是步驟式的 所以如果他 他對我剛剛上面講的這個 前一段講的步驟不了解的 他就直接進到我們課程的什麼 影片檔直接看了 那這樣我就比較多紛爭嘛 因為有些同學不好意思問我 對不對 那他就自己上去 摸著鼻子就自己上去看 好 那我是有下去 因為我平常上課我都會下去在 就讓他們做的時候 我就下去看 看看那個情形 那我有確實發現 至少有將近七八位同學 他願意就是 欸老師剛剛講的我不太懂 那我就自己上去就看了 那這樣相對老師 其實就比較有更多時間 可以照顧到更多同學 所以我平常會是像這樣 那他點進來的時候 他會進到他們班自己的 那他要看哪一節 他就可以自己進來看 就跟剛剛那個一樣 跟他一樣 那老師可能會擔心一件事情 那這樣雲端硬碟的空間 會不會不夠對不對 會嗎 蛤 再買喔 老師你都要花錢 我都在這邊開幾個地方 哈哈哈哈 因為其實現在 我們學校有那個代管網域 你們有沒有特別注意到 來 你看我現在放的這個空間也可以 或者是這邊都一樣 我們 雖然 雖然看起來是放在YouTube上 但是 但是 來 我們看一下這邊 這一個 我剛剛有沒有登錄 看一下 其實學校有那個代管 Google的代管信箱 我直接從這邊進來 登錄一下 來 我們學校那個代管 就是 你還是透過那個Gmail的方式 就標準Gmail 但是我們後面那個網址是這樣子 小老鼠LTUGmail.ltu.edu.dw 那這個是學校網域的 好 簡直說還是我們領東的網域 但是呢 您可以申請一個 那申請這個之後 有什麼不一樣 空間無限 就這樣 包括您的信箱 包括您的雲端硬碟 那YouTube 這邊本來就 沒有計算在裡面嘛 包括您的那個 現在前兩天有沒有 Google也有推出 就是1600萬像素以內 然後呢 什麼那個 1080P的這個影片 戰團雲端一般的帳號也是免費 但是我們在學校這一端 我登錄給您看 好 您進來之後呢 我應該進到那個Driver就好了 就是雲端硬碟給您看就可以了 好 這邊 這邊 好您看一下我們左下角 如果您是那個 一般如果是付費的 付費的 就是應該說是免費的 就是它目前就是15G嘛 對不對 那以前學校代管是30G 但是好像前兩年它就開放無限空間了 我部錄本上有一個文章有介紹 那所以說呢 你看我現在用到87G嘛 對啊 我自己其實 我也有一個免費的 然後去用付費就變成100G 一個月是64塊 64塊台幣 64塊 64塊台幣 但是這邊的話就是完全 它只告訴你用多少 沒問你剩多少 哈哈哈哈 好問的方法不一樣而已 所以其實我蠻鼓勵老師您可以去申請一個 因為我有問像這個 上個月有去朝陽 我就有問那個朝陽 他們 他們不只學生 其實我們學生 竟然每個人都有 反而是教職員 好像不知道的就沒去申請 那朝陽那邊他們是教職員 也都有 也都有 就是有申請 所以您如果不知道的話 您可以跟那個張智陽 張老師那邊再申請一下 嘿真的要用看看 那這樣你就不用擔心 就是這個空間大小的問題 那其實說真的 如果您有注意看的話 我的 我們上課錄影的 我上課錄影的方法 你會發現我每一段 檔案有沒有很大 阿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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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大嗎 沒有吧 這是兩節課的 我平常大概兩節課 大概就一百多Mb 所以應該會比我們單純用那個 DV這樣錄下來 小很多 小很多 所以這個是我目前大概等於說 上課就是說 學校在學校搭配我們的數學平板 然後我就另外搭配這種OneNote的方式 那整個這樣用下來 那整個這樣用下來 其實我是覺得 跟學生互動相對來說 會增加比較多 會增加比較多 那我整個上課的一個 流暢度也會比較高一點 也會比較高 所以說可以給老師做一個參考 老師這樣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齁 沒有齁 我們今天就可以帶有 可以帶大家進到這個OneNote裡面 一起來看看 事實上在OneNote裡面的話 他基本上是 教材是不放那邊的 也就是說 他本身提供主要都是連結而已 那他是幫我們去負責紀錄這些所謂的學習紀錄 還有你要做的這些問題啦 齁 的那些統計結果 所以基本上 教材不會放在哪裡 沒有啊 我走到哪裡都可以錄啊 我們剛剛這段也在錄喔 你看我現在 我把這段先停掉 老師您看看喔 拜拜